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是这种这种哥 最近有一个问题啊 我被问了无数次了 就是让我猜一下物切陪跑是什么武器 毕竟突然让神里凌华单走策划门的司马赵之心啊 目前可谓是真的人尽皆知了 凌华为什么拿天木刀跟物切之间的输出差距这么大呢 在一套高造价的涌动队阵容里面 拿物切跟拿天木刀的输出差距啊 是达到了41%的 目前看来已经没有任何 任何一个角色拿不拿专武的表现差距可以差到这么大了 这个具体的等到后面做凌华的视频再说吧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分析清楚这个逻辑跟原因到底在哪里 所以在现阶段呢 我想不意外的是玩家们都在揣测就是 物切的池子啊 陪跑的武器是要多拉该有多拉该的 现在普遍的看法就是物切应该会陪跑薄荷大刀或者是封击剑之类的 然后有一部分乐观一点的玩家就会预测是顿剑啊或者是哈士奇的末路 但是我觉得大家这样去恶意揣测美少女策划是不公平的 我心里面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一次物切陪跑的武器可能是护魔之杖 也有可能是冬极白星 哎 奇怪 怎么这个时候弹幕上面飘过了两个字大胆 就大家不要老是觉得他们就是这么坏的人什么的 说不定他们安排凌华妹妹单走 就真的只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真的欲情欲礼一个脸皮正常的人怎么可能就单独安排一个角色出来单走 然后再往武器池子里面塞垃圾 你说对吧 就同样作为一个人的角度 我们都会这么去认为就是一个人是不可能这么恶心 就没有酱仰到这种程度的 那得出来的结论不是很简单的 就是真的想给我们一个惊喜的 然后我想到这里我就真的感动了 就他好温柔 真的我哭了 没有没有 我刚刚是不是在笑 就我这个人比较坚强嘛 有时候脸上都已经泪流满面了 但是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我也尽量表演的自己像是在笑那样 这种东西就叫做抢颜欢笑嘛 就比较演技派 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这样说吧 就我们默认下一个池子陪跑的是护魔之杖啊 或者是冬极白星 比这个差的都不行 就你不要来什么狼墨什么的 就敷衍我们 就我们的期望已经很高了 你们要搞清楚啊 你不要觉得现在大家以为是天空大刀 然后到时候放一把狼墨出来就觉得很开心的什么的 没门 听明白了啊 我们已经反客为主了 就我希望美少女们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已经为了她的温柔先流过眼泪了 相信你们不会让我们的泪水白流的 来 哭 一起哭 使劲哭 好 在了解完美少女们的温柔之后 我们来聊一聊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在昨天下午原神PVP在日语圈子莫名其妙就上了热搜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瓜子呢 我们当然不能错过 对吧 这个话题的起源呀 是因为日本的一位科金玩家 Nagi-san 我记得他应该是全满名全满金的吧 他发了一个这样的推特 原神反对PVP的人有很多 就不能够 然后他就举例了最终幻想14码 好的意思是 你让喜欢PVP的人PVP不就好了 实装就实装呗 不喜欢就不要玩 实装了给喜欢PVP的玩家PVP不就好了吗 大白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推特就炸锅了 因为事情扩散的比较快啊 最后他就急急忙忙把那一条推给删掉了 然后还重新发了一条道歉文 这个瓜子就越来越歪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导国的玩家们普遍是反对原神加入PVP的模式的 这个跟国服的舆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都不太希望见到原神出现排名什么的 就像是传统的手游那样 当然原神本身也是科金手游了 但是游戏本身没有很明确的排名机制 这个是一件好事 我之前也表达过我自己的意见了 就是我觉得原神啊 民间自己去组织什么比赛 这个不是官方可以干预的 因为这个是玩家们自己的自由 玩家们自己挖掘手法研究配对去探索上线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也是对游戏的战斗系统本身的一种认可 你们想想如果本身游戏的战斗系统 摁着一个键就能够打通深渊的话 就无聊到那种程度 自然不会有人去研究什么配对呀 手法之类的了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极限的手法 已经脑洞新奇的搭配那样的实战视频看起来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玩家 他总是喜欢跳脚的跑到人家打竞速的视频下面去骂你们怎么可以PVP什么的 你们怎么可以竞速啊 你们为什么不懂我的价值观才是更高尚的那一种 就让我很奉不住 我自始至终认为每个玩家圈子有权决定他们怎么去玩这个游戏 因为这些都不是官方行为嘛 但是如果由官方来牵头搞什么排名的话 那肯定整个游戏的性质就会出现360度的大转弯了 所以老实说吧 我认为普通玩家有这个权利自己去组织比赛 但是我个人也是不太赞同官方亲自下场的 这个要想清楚后果 哎呀 我知道你们前面的弹幕肯定在吐槽什么360度又转回原来的方向去了 对不对嘛 你看我弹幕 这不就是手道琴来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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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所以不反对玩家们自己弄和支持官方自己弄 本质上是两种不一样的话题 少数硬核玩家们在自己探索搭配和手法的上限 这个是属于自娱自乐的行为 怎么说他都会局限在小圈子里面的 但是官方一旦搞了就真的不是小圈子的事情了 每个人一登录就会看到公告 就会看到排名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可以说会直接改变游戏的性质 其实原生这个游戏如果你真的不混圈子的话 就每天上线随便玩一玩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游戏真的非常休闲 但是我们是活在信息化的时代的 现实往往没有大家理想中的这么绝对 当你打开bilibili 当你打开youtube看视频 当你打开qq群 当你打开discord 你就不知不觉的融入了一个社交圈子里面去了 所以有时候吧 我觉得原生没有pvp这句话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期望罢了 一旦人类的社交圈子产生了呀 你就会发现pve游戏是比pvp游戏还要pvp 因为pvp游戏炒起来了 可以直接来一局 但是pve游戏一旦炒起来了呢 就是无穷无尽的骂战和空虚了 这个就是事实 但是原神如果真的改成pvp游戏的话 这个恐怕又不是太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原神玩家之间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们先不要说角色和角色之间吧 就算是一个角色 他本身的命之座之间也是差距非常大的 有一部分角色呢 他还特别吃专武 然后有一部分角色的专武的又是命作战士 说白了就是生态环境上原神终归就是科金手游罢了 这就有一点像是那些偶像阴游那样 实际上你不抽最新的卡 你怎么打 你也是打不上去的 技术再好也没有用 即使是在原神里面 玩家们之间的虚空pvp也可以看得出来 低命的队伍基本上耗时都会在高命的队伍的一倍以上 因为数值就摆在这里了 这还是大家跑去打深渊 比谁用的时间快啊 不是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pvp 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pvp 我觉得这一次日服的玩家们在讨论的那种就是玩家之间可以直接对着干了 就打比方说 我的钟离对着你的公子屁股上直接踢枪 还造成了伤害之类的 嗯 对吧 公子才刚说完你的钟离这么刮 我才不怕呢 然后一看钟离背后居然还站着满命的小鱼和众云 是吧 马上就菊花一锦 那如果真的要这样搞的话 真的就社会的残酷又回到了游戏之中了 关于这一次的事情 我也相信米哈游必然是在密切的关注的 不仅仅因为米哈游是株式开下 同时也因为日本是原神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 这次上了推特的热搜 所以米哈游必然也是在密切关注玩家们的声音的 就我个人的判断啊 如果国服的玩家之中讨论起类似的话题都有不小的反弹 现在在日服也有这样的声音的话 那么米哈游接下来再评估 要不要给原神增加pvp内容或者是工会内容之类的 新功能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显得更加保守 所以说这一次的小风波呀 对于非常不希望见到官方在游戏里面增加排名的玩家而言 应该也是一个小小的好消息了吧 OK 下一个话题 上一个动态下面有网友们这样提出什么时候原神可以分开设置不同角色的语音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玩家都希望见到的功能啊 因为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二次元而言 他们可能有一些特别喜欢的日语声优 对不对 就是单纯的平时自己用惯了中配 但是特定的角色 你又特别喜欢某一个日语的声优啊 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难办了 我觉得类似的反馈米还有应该接到了几万遍了吧 其实在剧情里面如果你看到温迪在说英语 然后萧公在跟他交流用日语跟英语在两个人交流的 又没有任何的障碍的话 事实上看起来是有挺大的违和感的 那个场面必然会略显滑稽 我相信可能米哈游也是稍微在这一点上面有一点犹豫吧 所以我觉得在游戏里面 比如说过场动画之类的地方 那些剧情你强制角色们都要说一种语言 倒是没啥问题 至少可以在角色在队伍里面的时候 让玩家们自己设置自己喜欢听到的语言 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的 说白了就是下放一点游戏的自由性嘛 不过就连命之座的开关这种比较无聊的东西啊 他们都一拖再拖没有听进去 这个确实比较让人觉得无语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评论点赞已经奔着一千去了 这还只不过是在动态下面 像这种跟强度毫无关系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放开一下的 因为毕竟是不牵扯抽卡利益嘛 玩家们的声音我会在视频里面发出来 听不听就要看米哈游了 好下一个留言 这位旅行者基本上就是我上一个视频里面所说的那一种声音了 万页的复刻拖得有1.9啊 基本上跟当年干雨一样了吧 现在万页只可能在2.7或者2.8复刻嘛 如果要等到接近3.0的话 还要去抽一个1.6的角色 是不是有一点不妥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的玩家都会有的想法吧 毕竟一个角色呀 我第一次没有抽少爽了一年 然后少爽了这么久 你也不打折 而且3.0的关键字必然是草属性呀 大家要这样去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位商人 当你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你会不会更加的去推销新的产品呢 那是必然的对不对 你觉得苹果会在iPhone14的发布会上面 对iPhone13大叔特殊吗 这肯定是不会的 世间万物的本质还是类似的 很多事物的本质都不过是一场生意罢了 但是如果万叶在2.8左右复刻的话 关于万叶的前景我不好跟大家保证啊 但是米哈又到了3.0 我想大家的想法都是肯定是主推草元素的 对不对吗 从强度上面来说的话 这个其实也无可护非 而且时间如果到了2.8的话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一部分灵感特别好的玩家 肯定都已经能够梦到3.0会出现什么内容了吧 我不能知道 但是我的观众们是知道的不要不要的 反正你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到时候没事 再随便看一看评论区之类的说不定你也知道了 我也是很无奈啊 其实关于神里灵人的硬核篇的视频都我都已经构思好了 参考以前的视频你就知道我要读懂一个角色的核心机制 以及体系是从来不需要等到角色上线的 哎呀这个人就装的要死打死他打死他 神里灵人的设计最有趣又最无趣的地方啊就是在于轴了 这个等一和篇我们好好探讨一下 现在还不太知道先做的话就会被下架呀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吧 我觉得米哈又最近在针对特定的角色上面实际上是有一点收敛的了啊 就特别是经历了那一次空壳的事件之后 但是俗话说嘛好了伤疤忘了痛 忘了痛之后鼻子就翘起来了 腰也插起来了 笑声慢慢的又重新响亮了 高傲的美少女们时不时总要犯一下病的 关于万叶还有两三个版本的大家大可不必着急 我们此刻连2.7的深渊长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呢 抽不抽万叶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稍稍往后挪一挪 我这边也会跟大家一直持续跟进各种信息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